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宫数日倒还习惯吧 回太后 亲自住得挺好的 刘嬷嬷 海棠 在 以后你们就留在一下殿 伺候少淑女 是 太后 亲自只是个刚进宫的贤人 怎么能劳烦这么多人伺候啊 怎么这么说呢 你是哀家舅舅引荐进来的 哀家对你当然应该多加照应 海棠跟刘嬷嬷伺候哀家多年 对宫中的事情非常熟悉 有他们在你身边伺候你 哀家就会放心 谢太后 别客气 好好地练习你的舞蹈 在哀家受淡的时候 在皇上面前要好好地表现 知道吗 是 是 嗯 她就是前太后 安插入宫的少淑女 是啊 看她的条件 很有可能得到皇上的处性 那还用说 前太后自有她独到的眼光 嗯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邵春华 春华 春华 是你 邵姐姐 你就是我认识的你 不 少淑女 你怎么会在这儿 以后没人的时候 你叫我亲自就好了 对了 老一个夫人呢 你知道吗 我进宫之后 唯一挂念的就是你们一家人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们了 怎么会呢 这一切 都要从你进宫之后说起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叫邵春华 civil华 洋华 国家 你还要来踢 好啊 看你玩得万头大汗的 那你们先下去吧 是 老爷 出事了 爹 你怎么皱着眉头啊 真的出事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今天有消息传 说有几户人家和咱们一样 找人代替女儿进宫 结果被戳穿了 全家人都被关进了大牢 当后发落呢 那怎么办呢 天无不进大牢 这花车 我怕青子 别害怕 你也在想办法 老爷 要不这样 我们变卖家产 回我家乡暂地 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你赶快手势气软 减散家人 我这就托人当卖家产 咱们全家速速离开这里 好 那你可要小心一点 那我去安排他 亲子 门娘来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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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饶命 有话好说 别动刀并枪的 少废话 把钱给我交出来 求求你们 放我家老爷 老爷 老爷 放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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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放死你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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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别扯他 老东西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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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宝到手了 赶紧走吧 夫人 快走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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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吃吗 我没吃 我没事 老爷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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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 喝水 金子 你好好要听话 你要好好来照顾娘亲 不 我要爹跟我一起照顾娘亲 还要爹照顾我 爹也想 好 可是爹现在 我不许爹这么说 不许 好了 老爷 没事的 没事的 你要听出 我们以后还要靠你呢 可是 我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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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老爷 爹 爹 爹 老爷 金子 金子 你去哪儿啊 金子 大夫 老爷 大夫 救命啊 你快跟我来 快跟我来 救我爹 我爹受了重伤 我不随便出诊啊 你快来啊快来啊 快来呀 来啊 这是什么 快救手 哪有你这样紧的 快一点啊 不然来不及了 你这小孩简直是胡闹嘛 去 我要你救我爹 我求你了 我爹快死了 我求求我爹 我要你救我爹 我求求你了 救我爹 救我爹 小姑娘 你爹怎么了 我们遇上了山贼 我爹受了重伤 快死了 那你赶快带我去看看他 你肯救我爹 我想想办法吧 谢谢你 跟我来 大夫 少老爷伤势到底如何呀 少老爷父母受到连续撞击 已经伤及内脏 看来呀伤得不轻 潘大人 我求求你 救救我家老爷 日后卫龙为必 我也心甘情愿 夫人 快快请起 别这样 快请起 快请起 大夫 赶快给少老爷子 开方子治病 药材无论多贵 都没有问题 救人要紧 好的 潘大人 谢谢 夫人请放心 爹 你别怕 你有救了 我们遇上好心人了 少夫人 老夫有钥匙给你相声 请到外面相谈 好 请自好好照顾爹爹 嗯 请 潘大人 不知有何事与我商议啊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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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给皇室贵重 这样的话 你我潘少良家 就会有一门好殷勤 夫人 咱们实话实说 你看少老爷这身伤 没有钳制根本保不住命 就算他熬得过去 亲资也很难有将来 这以后更难找个好婆家 不如把这孩子交给我来抚养 这样的话 这个孩子才会有好将来 大人所言是有道理 夫人明白就好 等少老爷病情一好转 我们马上签订收养文书 让亲资留在我府中生活 至于你们二位 我也有安排 我会保证你们将来衣食无忧 如果你们想孩子 可以随时过来探望他 他招订兵 应该全部期待 还有宫大人 大人 小老爷 你当心哪 请在 亲子 要听义父的话 乖乖的 这次一遍 我就再也没见过 弟娘一面 想不到 我代替你进宫之后 你们一家人 还是要骨肉分铃 也许这就是 命中注定的吧 当初进宫 因为我双手的 皮肤粗糙 的确被怀疑 是冒名顶替 不过我怕连累你们 所以失口否认 最后才不了了之 那你之前 一定也吃了不少苦 这没什么 只是我还是没能 让你留在少老爷 少夫人身边 你已经经历了 当初我不肯离开爹娘 害得你替我进宫 可我还是没逃掉 灾难以后 你再没有见过 老爷和夫人 可有他们的消息呢 每个月初一 义父都会带家信给我 我再托义父 将回应转交给他们 这么多年来 这些信 一直在支撑着我 我想也托你义父 捎封信 多年没有见到他们了 也应该写封信 去问候一下 他们老人家 当然好 能有你的消息 他们会很开心的 这些年 难为你了 其实说起来 我义父对我也不薄 请几书话 都找最好的老师教我 爹娘 心中也提及 义父每月给他们的钱 也不少 可是骨肉分离之斗 是怎么都弥补无聊的 你忍耐点 只要你能得到皇上的宠爱 那么 你就有机会可以见到他们 真的吗 后宫的嫔妃 都可以请家人 进宫相聚片刻的 如果能见爹娘一面 我就是死了也甘心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我相信 你们一定可以 一家人团聚的 忠华 谢谢你 能让我在宫中遇见你 比什么都好 我以后在宫中 就不会那么寂寞的 原来你跟少淑女 还有这样的一段关联 是啊 这事关重大 你千万不要跟别人提及 我知道 像她现在这样 被人陷进宫中 这种近况 也真是可怜 平常女子 已经身不由己 更何况 我们都生活在宫中 希望她可以 遇见你 运气好 得到皇上宠幸 这样的话 她跟她的家人 才会过得好一些 是啊 此次前太后的寿宴 是她生命当中 最大的一个转机 我希望 她可以把握住这次机会 可以把握住这次机会 此问候 并替哀家谢谢妹妹的贺礼 是 参见前太后 太后万福 因贵妃娘娘害喜 不便前来饮宴 祝奴婢送来贺礼 祝太后天福天寿 万贵妃辛苦了 替哀家转告 让她安心养胎 是 太后 奴婢告退 皇上皇后驾到 万岁万岁 不必多礼 挺身 谢皇上 太后 儿臣祝您寿彼南山 皇儿不必多礼 臣妾祝太后万寿无疆 谢谢皇后 来 请入座 祝奴月 太后 这是月宫局新进的一批月宫 啊 寒得不错 前太后 前太后知道本宫不出席寿宴 有何表示 太后并无表示 只是 只是让奴婢像娘娘 致谢贺礼 前太后一心想要把少叔 你献给皇上 本宫不在场 她就更应办事 一方面向本宫设好 另一方面又将心腹 安插在国与皇上之间 前太后 你实在太会打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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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ango 突然觉得腹中不停地跳动 大惊之下 所以请太医过来看诊 那太医怎么说 太医说 是腹中胎儿转动 并无什么大碍 没事就好 你是说 胎儿在腹中还可以跳动 有这回事吗 臣妾也不清楚 刚才白白受惊 他又动了 是吗 皇上 你摸一下 是 他真的在动啊 皇儿你看 你父皇来看你了 他怎么能知道呢 皇上又怎么知道 他不知道呢 也是 紫飞鱼演着鱼之乐 打扰了皇上也念的雅兴 对不起 爱 爱妃 你何处此言 怎样的声音 也不如与爱妃一起 感受皇儿在你府中成长的乐趣 皇儿 你看你父皇多疼你啊 他是朕的第一个猛儿 朕当然疼他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拿吧 不用 不中 你叫七巧对吧 是啊 你是二喜 皇上的御前小太监 我知道 你在万贵妃宫中做事 你在万贵妃宫中做事 习惯吗 有什么不习惯的 你呢 跟在皇上身边 可好啊 那是相当好 赏起来特别多 不过罚起来也特别重 那是你倒行不够 你看人家汪植 比你更迟接近皇上 一下子变成了西场的厂宫 你却还在这里担心是赏是罚 我怎么能跟汪公公比呢 汪植的计谋 连万贵妃都赞赏呢 是吗 嗯 那 你去哪儿啊 我 我去那边 我 去那边 咱俩 不同路 请自 义父就要回去了 你就安心地留在宫中 一切挺太后的吩咐 义父放心 义父一定遵命 昨晚真是功亏一篑啊 舅舅别这么说 只要义父留在宫中 早晚还是有机会的 那是自然 但如昨夜能成起好事 那就更好了 来日方长嘛 以亲自的美貌 皇上早晚会册封他为妃 舅舅在家等好消息吧 到时候一定会通知你的 是 老臣告退 舅舅好走 谢太后 义父 好好 请自 你放心吧 只要你爹娘一来信 义父就会派人送到宫中 你就安安心心地 在宫里面生活 知道吗 女儿知道 嗯 boast难嘛 饮啊 你应该我 wsp不说 杨兄 杨兄 你有分别事 还愿意好我回京之日 我们要好好倡议一番 没想到那日一别 竟然幽绝 请请请请 大少爷死的冤 竟能不自立 替大少爷逃回和孤岛 忠孟 你放心吧 只要我远方还有一口气在 我一定会查出景山一案的真相 谢谢 谢谢 大少爷地下有事 也会感激你的 对了 杨勇呢 别提了 杨勇怎么了 自从大少爷死后 他一直很自责 说自己为什么不陪着大少爷 恨自己 连大少爷普世城门外 都无法受回尸首 现在是整日啊 整日的酗酒不醉不归 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 可去考试也不去了 家也不回了 没想到杨勇竟沦落到这种地 你 诚伯 您起来 武则 请你答应老朽一件事 行 您起来说话 您说什么我都答应 你 要不 你 你要把二少爷带回阵团 我和二少爷有朝一日 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怎么对得起老爷呀 走走走走 去 没钱还得喝酒 我还要喝 你怎么听我来啊 这事 再进来打死你啊 我是个该死没死的人 你别让我死啊 住手 干嘛你 起来 走 给我喝 这里有酒馆 我要去喝酒 开门 人家关门了 开门 开门 你听到了没有 你放过我 我没放 我告诉你 我就是要喝酒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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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服装了没有 让我喝 我告诉你 我这一把子是替你大哥打的 你 大哥 你代替不了我大哥 别人也代替不了我 这不是我害死的 没人能代替你大哥 可是你这样自暴自弃 你大哥就能醒过来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我大哥不会活过来 我连去抢回他的尸体的勇气都没有 我大哥躺在挖人堆里 和那些家人打倒 和那些杀人放过的凶手藏在一起 我两个背都不能给他理呀 我这样的废物活着干嘛 我活着干嘛 我活着干嘛呀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是你不能再糟蹋自己了 林大哥 你最清楚我大哥的为人 他一切是怎么对我的 你也清智 行弥短 左弥撞右的怎么样 他还不是死于非命 你叫我怎么振作 你叫我怎么才去客套 我怎么可能再为朝廷效力 你别管我 这事你管不了 春华 少淑女 海棠 我要练舞 你先下去吧 是 春华 幸好有你来陪我 不然我快闷疯了 说得也是 不管我是在月宫局 或是在私制房 总有一帮人一起做曲或做事 不像你现在孤身一人在这儿 我现在就像是餐桌上的一道菜 等着客人来吃 而这个皇宫里 却只有这一个客人 那就是皇上 看上了呢 固然可怜 可没被看上 更可怜 你千万别这么想 越小会越难过的 可我进宫已经三个月了 只有在前台后寿宴的那一天 跳过一支舞 机遇的时候 都是从天亮等到天黑 不过 还好 由你来陪我弹琴练舞 我才有个人可以说知心话 青子 你别难过 我答应你 以后有空我就立刻过来陪你 谢谢你 对了 你是不是跟我说过 如果能得到宠幸 就有机会 能在宫中召见自己的爹娘 嗯 对我来说这个 也都是奢望 怎么会啊 你现在身份是淑女 是皇上未过门的妻子 册封是早晚的事 只是现在万贵妃怀了身孕 这是皇上第一个皇儿 她难免会紧张 所以就没有时间 顾其他事了 你现在应该什么都别想 先好好练练你的舞蹈 那天台后寿宴 我看你跳舞 跳得真的很好 真的 谁骗你啊 我在宫中这么多年 看过的歌舞会少吗 但那天看你跳舞 是我看过最棒的 来 让我们假戏真做 我弹琵琶 你跳舞 一动就不会有烦恼了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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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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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爽啊 娘娘 用力 贵妃娘娘 娘娘 娘娘 恭喜贵妃娘娘 产下的是皇子 恭喜娘娘 小皇子真可爱 参见太后 万贵妃刚刚生下皇子 母子平安 是吗 那太好了 周太后知道她产下皇子 她有何反应啊 听说 周太后喜忧参半 喜的是皇上后继有人 忧的是 万贵妃生下皇子 如虎天衣 当年 他生下当今的皇上 不也一样不可一世吗 对了 去打听一下 周太后 给她的皇孙送什么贺礼 哀家也参照着 给万贵妃送一份过去 是 太后 可惜亲自还没被皇上册封 如果日后他能被皇上 生下皇子的话 太子也不一定就是 万贵妃的儿子 恭喜贵妃娘娘 为大明天子生下皇义 母子平安 举国欢腾 商工局特意为小房子们 坐立床外授备 请贵妃娘娘笑纳 手工精细 你们真是有心了 乳娘 带回皇儿宫中 给皇儿盖上 是 回娘娘 皇子也该休息了 让奴婢带她回宫去睡吧 好 退下吧 是 奴婢 那我们先走了 好 好 好